大家好我是紅茶 那今天呢來分享一下我的配陣喔 就主要的話就把這一版有一些 比較好用的角色都放進來 那也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有什麼好的建議的話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的陣容喔 對那 我其實有改了一些陣容在這邊 主要的話這一版的重點喔我覺得 比較像是這隻孫策啦 賈曲啦 還有天之士林陣 和那個 這次的劇情叫斷城跟大橋 大概就是這幾隻的話我就把它放在這個我的陣容裡面喔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就是 黃戰中常常看到的這個角色喔就是 他已經不是藥山了 他已經算是暴擊的關羽 紅關羽陣喔 大家都是我看到的都是配說 傳說關羽配傳說孫策喔 然後再搭配 余擊貂蟬孫如玉 那搭配的神靈的話呢會是那個 佛光普照 那佛光普照是最主要的啦 那 如果你有特殊的孫權的話就可以取代掉這隻賈曲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用賈曲的 對賈曲還蠻強的喔 他是有軍造成暴擊傷害喔 可以用 所以他搭配那個紅關羽的話傷害還算 蠻不錯的 就是有輔助效用 那藥山搭配那個 紅關羽我覺得已經是沒有用了 因為 瑜級的削弱 就是他並不是給後排怒氣的 所以藥山我這一把也把它洗掉了 對那如果你組的這個陣容的話呢 其實是 前四隻 前五隻是 必要的 那第五隻 第六隻賈曲啊 你可以去搭配什麼 像 SP滑託啦 或者是 特的孫權這樣子 賈曲或中繪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好那再來看 第二陣喔 第二陣這個沒有什麼啦 就是 我的 傳說呂布陣 那個傳說呂布陣的話呢 就 我覺得並不是太強喔 那你 SP月鷹可以搭配的陣容其實還蠻多的 你可以搭配 像是這一次的斷層 然後 再搭配一些 SP許楚啦 SP悲迷糊啦 或者是香香陣啊 我覺得都蠻有搞頭的喔 那如果你的傳說呂布 要搭配的話 黃神獻其實並沒有很必要齁 那 這個天之士零陣的話呢 我現在是這樣配啦 但是 是因為我沒有洋護 SP洋護 也沒有SP新獻陰 然後 所以我就沒有組紅大橋 不然的話你可以組合的是 曹操杜獄 SP新獻陰 然後 SP洋護 然後 紅 那個紅的 曹操齁 然後你可以再搭配一隻 王源機啊 SP朝職啊 等等的 這個就會是蠻 旗艦版的 天之士零 拿走 那 再來的話呢 是 四猴陣 我的四猴陣呢 原本是有搭配 迷夫人 但是 我把迷夫人放到後面一點喔 然後 放出來是 單純是手背的 喔那 這一陣的話我搭配了兩隻新的角色喔 是大橋跟斷層喔 大橋的話 他是受到正面狀態的 因為 四猴常常會有那個 正面狀態嘛 所以就會一直有觸發大橋 然後觸發大橋以後呢 還可以搭配斷層 斷層有 正面狀態後他會補血 補血後就可以再觸發到 斷層 那個大橋的 突破劑 他的突破劑是 因技能效果恢復兵力時 消耗兩點戰 也會對 其他隨機的三明帝君造成 傷害 並且轉移增移效果 所以 我是想要這樣做啦 不過大橋還沒有加二 如果等到他加二後 有傷害 又會補血 應該是蠻不錯的 然後第四個 是凶神 凶神的話 我這一 這個陣 已經比較弱勢 因為我始終抽不到 丁縫 但是呢 因為這一版 多了一支 中繪 所以我又把他 繼續的沿用 因為他的話是寫 敵軍的兵力 低於50%的時候 對橫排造成120%的機車傷害 然後又有機會讓 自己和兩名友軍獲得不死的狀態 所以他有可能是 甘寧 一開始就是 觸發到半血嘛 然後半血後 其實就可以觸發到馬超 觸發到姜維 然後觸發到中繪 然後還可以觸發到不死 最後呢 孫魯班結尾 照理來說是 美好的幻想是這樣啦 但如果是遇到一些比較強的角色 可能是看不動 對付一般的是還可以啦 然後 再來我第 最後一陣喔 是我洪荒組屋 還沒有組好 但是 就 怎麼講勒 洪荒組屋的陣 我是蠻想用的 我覺得還蠻強的喔 那就是搭配 SP劉備 然後 分傷嘛 然後前 路亢 關羽 跟裏典 就是 三隻有搭配神靈技的角色 然後劉善呢 我突然發現他還蠻強的喔 他 受到負面狀態的時候 可以進化幾方 幾方橫牌 並且就是 對對手 造成那個 戴冰良的傷害喔 所以如果你說 這一陣其實還蠻硬 還蠻難 就是很難扛啊 你可能用負面啊 的狀態的話 其實 有特關羽 可以去做反擊 又有流散可以去做進化 所以 師妹王良有可能 還是打不贏他們喔 也不確定 但是還是要試試看 但是有負面 又有特關羽 我覺得還蠻 搭配的 只是可惜喔 我沒有抽到動作 有動作放上去的話 一定是更猛的啦 對就這樣子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那也分享給大家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